战略完了,你怎么能死呢? 别闭嘴,你别闭嘴了 故事发生在1945年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尾声 日军已经濒临投降 但残存在东北的部队依然不肯接受现实 面对苏联援军的坦克部队 他们用一种自杀式的战斗赋予顽抗 但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以及国籍社会的帮助下 这种抵抗显然是无济于事 国际的友军中 距离最近的苏联装甲部队 一路杀进日本军营 剿灭敌军并争取解救俘虏 可没想到早已在苏联军队到来前 那些急忙逃走的日本侵略者 却在抓紧时间 对被俘的中国人进行最后的清洗 不论是知情的平民 还是参与过恶行的伪军 都被他们绑在一起进行集中射杀 一车又一车的活人被烤着铁链拉过去 一车又一车的尸体 被拖走扔进深不见底的尸坑 我们的男主杨玉福就是其中之一 他浑身黑油油的 是个标准的农村汉子 当一排排的枪口对准着一排排的人时 只听对方一声令下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瞬间消亡 杨玉福本能的想躲 可他还是知道自己其实根本就躲不开 不过幸运的是 一阵枪响过后 苏联的坦克突然杀到 而杨玉福也趁机躲过日军的子弹 侥幸活了下来 作为这场屠杀中的唯一幸存者 杨玉福这个连携死都没有的赤脚大汉 只能加入苏联人的队伍 跟着他们一块走 因为语言隔阂 此时的杨玉福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更不知道日军兵民溃败的消息 当他在车上艰难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时 带路的苏联士兵却因为不认识路 在车退时拐到了一个日军营地里 遭遇了对方鱼死网破般的疯狂报复 一番机战后 杨玉福和另外两名苏联士兵 在林区里跟大部队走散 正当三人不知所措之时 他们却在路上发现了一名日本女人 邱叶子一身海军服 清纯又可爱 但那只是他的外表 当看到两个苏联人和一个中国人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的眼神里除了惊恐还有仇恨 对于这个日本女人 杨玉福自然是心里恨得不行 他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 鬼子进村后 他亲眼看着母亲在面前被捅死 自己还被抓去做了劳工 后来他还多次看着自己的同胞被鬼子玩弄杀害 他当然想杀了眼前的这个日本人 可是当刀真正递到杨玉福手里时 他犹豫了 面对着一个年轻少女 他怎么也下不去狠手 说到底杨玉福还是个朴实善良的老百姓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冲了一辈子地 安分守己 根本不是什么残暴之徒 而这种善良并没有因为他心里极度的仇恨和愤怒而扭曲 所以最后 他还是选择听从两位苏联友军的建议 将邱叶子绑起来当作俘虏 给他们带路 然后当三个人决定选择留下邱叶子一条命时 这个外表天真无邪的日本女孩 却将他们带到了滴雷区 导致苏联男兵被炸身亡 这下原本的四人小分队 就变成了只剩下男主杨玉福 苏联女兵那家和日本女孩邱叶子 于此网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身处一望无际的大新安宁 想活着走出去 剩下的三个人离了谁都不紧 因此之前的过节只能暂时放下 先走出这个迷雾重重的森林 才是迫在眉睫 在这个远离仇恨和喧嚣的世外桃源里 三个人的立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杨玉福虽然是男的 但他却不会使枪 眼瞅着老虎逼近 靠着最后的擦枪走火 才救了自个儿的小命 三个人里杨玉福也是最为纠结的一个 他是一个农民 不懂得战争 心里装着的只有一亩三分地 当日本兵将他和他母亲绑在树上时 他一脸苦相的不知可否 我们就是小老百姓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啊 可是这句话换来的 却是对方将他母亲 当作活人靶子的命令 杨玉福眼睁睁看着母亲惨死 只能用一句又一句的谩骂 来表达自己满腔的愤狠 甚至最后还选择了逃避 当亲人惨死 国人惨死 他开始麻木 不去面对 在替日本人收尸的时候 好不容易碰到有一口气的 杨玉福本以为能救他一命 却没想到日本人听到杨玉福呼声进来点火焚烧起了活人 看到同胞被活活烧死 他恨自己不中用 但当他被推向墙边 要被日本人即将扫射时 他又突然誓死卢归起来 因为同胞和苏联有君的死 杨玉福其实是记恨秋叶子的 所以当秋叶子不小心从东桥上掉进沼泽里 杨玉福原本是打算置之不理的 可看着秋叶子逐渐下沉的身影 他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 然后当杨玉福将唯一的攻去 那把枪把递给秋叶子时 他突然愣住了 因为他只顾救人 却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枪口正对准着自己 一不留神松了手 枪就到了秋叶子手上 杨玉福突然慌了 自己在脑海里想象了一场被枪杀的画面 但好在秋叶子并没有扣动扳手 也许是知道杀死他们 也意味着害死自己 三个人怀着隔阂和不安 继续踏上了未知的路 杨玉福和苏联女兵将走出去的希望 寄托在熟门熟路的秋叶子身上 可是这个女人的心思却并不是那么单纯 四岁时秋叶子就跟随 静影临场的父亲来到中国 虽然不是士兵 但他和其他日本人一样 从小被灌输了军国主义思想 由于父亲被争取战斗 秋叶子原本和姐姐 打算逃到海边找船回国 却结果遇上杨玉福一行人 姐姐因为不想沦为俘虏 便服毒身亡 然后秋叶子却并没有胆量自杀 因此他最后落入了杨玉福等人的手中 这个少女身上有着复杂的两面性 一面是危险凶狠暗藏杀机 出于反抗的本能 他一开始就将异性人引到地雷区 直接导致一名苏联士兵的死亡 之后的路上 他一有机会就盯着枪 哪怕途中他们相互救助扶持 等到千辛万苦回到军营 他还能依然将枪口对准杨玉福 另一面是纯真善良 不安事实 他会跟那家一起在嬉闹 完全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 或许是苏联士兵的死 让秋叶子有了愧疚之心 所以在之后的一场大火中 他还帮助杨玉福和那家 让他们活了下来 让秋叶子 不然全体上去 你把他们带着 放下 最终从火灾中得救的三人相识一笑 就此放下了防备 在与杨玉芙的相处中 邱叶子渐渐感受到了对方的善良温暖 他甚至对杨玉芙道歉 表示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杀他们 对曾经接受的军国主义感到困惑和质疑 他对杨玉芙说 我不明白 他们叫我们去杀人杀人 最后他们却还要杀了我们 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为国家牺牲 杀光日本以外的劣等民族 但其实他心里也不想杀人 也不想死 只想和恋人一名日本飞行员回国团聚 只可惜 邱叶子直到最后 都没能见上恋人最后一面 日本投降后 他的恋人被上级派去执行最后的自杀式攻击 少年本想吊转飞机做逃兵离开 结果被自己的长官直接击毙 葬身大海 但他们的死 也并没有挽回日本在战场上的颓势 另一边 在经历了九子一生后 邱叶子终于将杨玉芙他们 带回了日军的阵营 戏剧性的事 此时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听到汽车广播里 又一次传来日本撤军的消息之后 邱叶子仰天长肖 如是重负 日本投降了 他也没有任何理由 要去仇恨杨玉芙他们 挣脱了枷锁 他自由了 他们可以做朋友了 可是当他欢快直向营地里 那群正在集体剖腹自杀的那些日本同胞 报告这一消息时 对方却举起枪 瞄准了邱叶子 喷了一声 邱叶子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最想苏醒的日本女孩 他终究忘记了 其实他也永远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而目睹这一切的杨玉芙 也终于被怒火点燃了 种种回忆冲上心头 他再无法抑制地举起了枪 但他内心一定想象不到 这种愤怒是因为一个日本女孩的死亡 此时那家也一边抹着泪 一边开着装甲车冲上去 和杨玉芙一起为邱叶子报仇 至此影片结束 紫日亦为紫色的太阳 西洋落山之时 由于光照折射等原因 人眼看到的太阳光运会呈现紫红色 一轮子日的升旗 也代表着这场战争的结束 可是他带来的思考却是那么深刻 中日俄 这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其实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也是本篇最可贵的地方 他没有将人性简单地描述为 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而是用复杂人性来展现战争的可怕 因为战争带来的毁灭与伤痛 对于每一方都是永恒的伤痕 而善良更是无关于种族 无关于阔及的 因为爱比仇恨更有力量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讲的故事 那就关注我呀 我们下期